立委的评鉴结果出炉 跌破许多人的眼镜 爆料天王邱宇竟然被列入了观察名单 而以前连直询搞多看不懂的余天 则拿了第二名 获得了进步最多奖 连他自己都难以相信 而国民党籍立委吴玉生 则因为绯闻被严重扣分 获得了个人史上最差成绩 上会期立委评鉴出炉 结果跌破众人眼镜 阁王立委余天成绩大要紧 一举拿下内政委员会榜眼 从后段班冲到前段班 获得进步最多奖 当然有进步的空间 但是昨天接到这个消息 我自己也蛮惊讶的 我心里想有可能吗 可能就是一哥了啦 没有啦 那时间还早了不可能啦 从歌坛进入政坛 余天花了两年研究意识 而同一个委员会 一向被视为自由生的周伟吴玉生 成绩却大打腿过 原因竟然是绯闻扣了他太多分数 因为我个人行为扣分 我是没有意见啦 因为我们虚心的来接受批评 个人领域你都把人家扣分 结果公领域涉及到贪毒案被起诉的 还在司法法治委员会当中 居然还可以列明前三名 我觉得这个公渡联盟本身 在自己扎自己的招牌啦 平静就要公平 标准不一致 题目不一样 课堂考试学生都会拍桌抗议 也难怪立委要含冤直疑